副理箱公所从4月下旬到5月21号 在副理箱老人文康中心举行了副理季情水墨连战 已经成为了艺文爱好者聚焦点 来自花莲县城市太极全协会30位师兄姐妹 由理事长游彦琦代理 驱车100多公里远道到副理来观战 甚至还有高达86岁的师兄及84岁的师姐 一起来欣赏这场水墨连战 对展览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副理箱公所从4月22号到5月21号 在副理箱的老人文康中心举行副理季情水墨连战 已经成为文艺爱好者的聚焦点 百里挑挑来到我们副理箱来做一个相关的师生展 说一个选他的逼身的一些相关的最高尚的一个作画 心血的一个作画来到我们副理箱来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展示 或者非常乡亲非常的反映着热烈 来自华联县城市太极协会的30位的兄弟姐妹 由理事长游彦琦所带领驱车100多公里远道而来副理的观展 甚至有高达86岁的师兄以及84岁的师姐一同来观赏这场水墨连战 对展览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所以让我们副理箱感觉到现在是文化比喻满满的 真的文化比喻满满 人家感觉到一个伟大的城市慢慢来做一个启动 乡长江东城表示这一次的水墨连战不仅是展现艺术 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桥梁 它让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爱好者 有机会深入了解副理箱副理的文化艺术生态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